现在先看看基本法颁布30周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都有责问 骆惠宁说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 也是特区必须离行的宪制责任 林郑月娥说去年的游行集会数目是97年的10倍 促证市民的自由有增无减 梁家义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到曾基本法颁布30年之日发表文章 骆惠宁说一国两制已经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 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 尤其是去年修例风波入面 发生了大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 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任意东西南北风 确保一国两制不守仰不变刑 而维护国家安全 就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 都是特别行政区 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献祭责任 只有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才能够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并且要大力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県法和基本法教育 而特首林鄭月娥的文章 卻沒有直接提到國家安全立法 她說回歸22年以來 經歷了種種的考驗 但一國兩制的落實整體上是成功的 她舉例香港在《基本法》的保障下 在金融、法治和司法獨立 對外事務等各方面都有長足發展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包括言論、新聞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人生自由、宗教自由等都不是空談 而是香港市民每一天、每一刻 都在享受和行駛 她舉例2019年 香港有超過11,000次公眾遊行和集會 是1997年的10倍 促進市民享有的自由有增無減 充分證明一國兩制 是對香港最佳的制度安排 她鼓勵市民多了解《基本法》 小月當中的制度保障 和香港居民應有的權利和責任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儀報道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和前委員姚國平 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 特區要盡快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批評 反對派和西方政客曲解《基本法》 不斷去中央化 不能夠任之由之 馬晴晴報道 《基本法》頒布30週年研討會 在網上舉行 期間亦都透過視像 為疫情中架死者默哀 當年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今天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說一些西方政客 將香港享有價高度自治 扭曲成全面自治 香港反對派直普選曲解《基本法》 戴上真普選的帽子 或者不斷地去中央化 產時《基本法》授予中央的權利 對於這一切 我們都不能認知由之 不能以為香港市民 會把我們的沉默當作真理 不能以為一時的風平浪靜 會換來長治久安 我們必須延遲過吃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 就批評近年立法會議員宣誓時 反對一國兩制主張港獨 也有外國組織和個人 在香港公然支持港獨活動 要盡快在香港立法 前委員姚哥平也說 去年夏天香港出現 背離一國兩制方針的政治風潮 矛頭直指特別行政區制度 當前是有必要考慮 優先考慮 健全完善落實中央管制權的各項配合意義 建立健全維護香港國家安全 防範遏制外部政治勢力 干預的法律和制限制度 健全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制度 他認為還要強化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和國民教育 有線電視記者 馬晴晴報導